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小号的运气都比大号好 无论是抽取金华出金光 还是灯火的触发 都比大号好太多了 尤其是灯火 动不动就是折扣爆表 所以本期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些欧黄小号所触发的欧黄灯火 第一个是约瑟夫金皮 亚兹拉尔的灯火 直接七五折的折扣 重点是快乐式的折扣 这简直没谁了 一般折扣是紧回声有效的 而且作为商场金皮 这款皮肤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这不是最离谱的 更离谱的是这个 直接来了个六折 我的天啊 这也太便宜了吧 就这两个灯火 估计玩大号的都没有遇见过吧 接着是归宿沉默宫殿灯火 这个其实也就重归重矩 我小号也遇见过 但是作为不是归宿 爱好者就没什么感觉 价格也就七折那样 而接下来这个就过分了 灵感碎片灯火 仅需28回升 就可以获得30灵感和488块乐石 说实话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遇过这样的灯火 小号也没有 看来我还是那个实打实的非洲人啊 然而这还不是最过分 因为接下来这个100回升的超级品灯火 简直惊呆我了 网易什么时候有这么大方波 100回升直接兑换100灵感 2888线索和2888块乐石 请马上给我安排10个吧 我可以兑换到网易破产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小号会比大号欧呢 其实这个是有依据的 一般大号拥有的皮肤和道具都比较多 而且都是老玩家 一般不会太容易退油 但对于新玩家就不一样了 前期肯定得给点甜头 让玩家投资充值 这样随着充值多了 玩家就不舍得退坑了 简直就是营销鬼才啊 新人都被拿捏得死死的了 所以 你遇过罪欧的灯火 是什么灯火呢